没有 你看 我什么事都没有 你 你的眼睛 能看见了 都是师父谈老人家帮的忙 我太高兴了 我本来还担心 还担心那个臭老托 会把你怎么样呢 没想到战卑叶 有这么厉害的师父 他也不说 我也没有想到 师父谈老人家 刚开始挺奇怪的 后来接触啊 才知道特别特别好 我的小尾巴又回来了 真好 姐姐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你看我穿成这样 像不像那个宗月啊 像 但是 你比她穿得好看多了 大胆人了 我呀 要跟在无稽太子身边 所以 打扮成那个衣裳 看起来方便一点 可是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玄机一出了点事 我们要去看看 现在就要走吗 五哥哥刚刚成为天煞王 你也刚成为汉王 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走呢 玄机那边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亲自去看看 你们这是 是 听说 月酌渊的荣江越来越少了 什么 此事绝非空穴来风 我得去一探究竟 需要我做什么 玄机是武洲的乾梁命脉 万一真出了什么事 我怕有人趁机作乱 倘若真不能避免 倘若真不能避免 我需要天煞帮忙维护安定 尽量避免可能的战乱和纷争 好 这件事情 我天煞亦不容辞 但是 你为什么要带上扶摇 万一玄机生变 岂不是把他置于危险之中 这事我做不了终 这事我做不了终 我个人的意愿 实单力薄 扶摇 有他自己的选择 湛北野这个傻瓜 都这么久了 才发现你的恨 我告诉你啊 你呢 千万别对他太恨 你对他越摆意摆身 他越不把你当回事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立刻告诉我 我帮你揍他 经历了这么多 我只知道一件事 他一定不会负我 你放心吧 倒是你们俩呀 这回我不能排在你们身边了 你一定要小心 听见没 我们不会有事的 我们还得回来 喝你们的喜酒呢 湛将军是个好人 你跟着他肯定不会吃亏的 而且在这个宫里住着 肯定比在外漂泊好多了 你终于有个家了 对了 之前在太渊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 天下的糖炒山楂最好吃了 这一路兵花马乱的 也没来得及 给你买的 你也要保重 时候不早了 千万要小心啊 小心 你把你拿回到 pais 你会把它押到 你把我拿回到 你去 你把你拿回到 你自己拿回到 你这东西